16号,陈可欣在微博发文回忆她与排球的缘分 第一次现场看中国女排比赛是在1978年曼谷亚运会 18岁的郎平第一次亮相国际大赛 那时候坐在场边的我16岁 现在我快60岁了,准备开拍中国女排的故事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据悉,电影《中国女排》释出定档海报 宣布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 影片由陈可欣导演 以几代中国女排真实故事为背景 讲述她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